我也不瞞您說 我要做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囉 這還沒 登機之前就進去的廁所 然後就自拍一張 然後裙子撩有點高的照片 喔~~太小死了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對了記得上次呢 大家說敲碗敲碗 我要聽那個空姐在飛機上被怎樣 這集不就來了嗎 在飛機上 其實有很多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 你們以為你們神出鬼沒 空姐都不知道吧 空姐就跟你的媽媽一樣 你用過幾張衛生紙媽媽都知道 我們什麼都知道 我怎麼都知道 記得你的需求是我們的榮幸 那我今天要講的一個小故事呢 就是我飛英國的時候 基本上我不太飛倫敦的 但是因為那一天呢 剛好在倫敦的那邊的 組員一起飛 結果呢 一上去呢 開始出餐啊 出完餐之後呢 姐姐就說 你們輪流去檢查廁所 然後我就想說 啊廁所我就我檢查就好 突然我旁邊的crew就說 不! 姐! 我去就好了 我想說好吧 那就交給你去了 於是呢 這個crew 才剛出去之後 他就手刀 Honey 我跟你講一件很嚴重的事 你要冷靜 我想說該不會後面有人要急救或什麼 因為畢竟我曾經飛過一班 那客人是在我面前直接暈倒 他整個暈倒在我身上 你知道嗎 她是婆婆 我以為是 啊空姐我不舒服 可以順便跟你要個line嗎 我應該會好一點 那個是SOD才會出現的好嗎 然後他就說 現在後面很嚴重的事情 我說到底什麼事情 他說 我剛剛 要去清廁所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女生進去了 之後 另外一個男生 又跟進去了 我想說 啊有怎樣嗎 他說不行 我們要把這件事情跟姊姊講 因為我不想清他們的XXX 然後我想說 蛤 這個要跟姊姊講嗎 不用吧 就讓他們去吧 像我個人啊 就覺得 唉呦 飛機上就是 也是有一點小情趣的地方 那不會太嚴重的話就算了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是晚班 燈都關了 然後很多人都在睡覺 所以他們都捏手捏腳進去 再講一次 你們以為你們捏手捏腳 但是我們看得都很清楚 為什麼啊 因為我們就會觀察 飛機上所有客人的一舉動啊 然後 於是他就說 我在跟姊姊講 我拉不住他 然後他就衝過去又手刀過去 他說姊 呃 廁所有一男一女進去 然後呢 姊就說 那你有聽聽看他們在幹嘛嗎 然後這個哭哭徒然就傻眼 就恍然大悟 就說 欸好像沒有 因為搞不好有時候 他可能不舒服 或是他想吐 所以他進去幫忙 是很正常的 於是我那個 妹妹還有 就用手刀跑到廁所 把耳朵放這麼大 你知道嗎 踢在上面聽 他就又跑回來說 我聽到 裡面有一直動的聲音 他沒有姨姆喔 沒有姨姆喔 怎麼受得了啊 可是基本上我看那兩個 蠻像大學生的那種 那80%進去就是啊 飛機上最常發生的什麼 座位兩個人對不對 他們就會拿毯子蓋著 互摳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喔 然後他回來 然後姊姊就說 喔如果沒有太怎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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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他們吧 他自己又不知道怎樣又不行 又衝過去 然後他給人家敲門 然後有人在裡面嗎 就就就沒聲音這樣子 對方只好 打開門 然後 出來 你知道嗎 你看他們臉就知道他們有沒有高潮臉 那時候我在旁邊 我就很尷尬 我就在旁邊看 他們臉就寫著 緊張兩個字 所以 基本上呢 這個是我飛倫敦的故事 那我這邊在帶第二個故事 大家想說 欸怎麼知道在做什麼 你以為 經濟艙的客人才會這樣嗎 沒有 商務艙跟頭等艙的也有 頭等艙那個還是明星喔 你說明星戶口嗎 三缺一義一樣 哈哈哈哈哈 商務艙的事件是怎樣的 其實我在捷琳的影片裡面有講過 這男的很帥 然後呢 我們從外站要飛回來的時候 外國人 西裝鼻挺 然後聽說好像也是就是金融 反正做金融啦 然後他上飛機的時候 他非常有禮貌 那大家一定就很想服務他嘛對不對 結果 他喝了一點酒之後 就覺得他有一點點怪怪的 因為他就開始就是 蓋著毯子 然後就是感覺他手摸像也在動來動去的感覺 然後他就這樣 當我腰肉園就這樣 看這個很明顯耶 表情是你這樣嗎 哈哈哈 然後之後我就直接一個大U-turn回去找姊姊 然後姊姊就說 請我們多觀察他一下 他說搞不好 我們誤會別人 他搞不好只是肚子痛啊 或什麼在摸肚子 我心裡想說放一個屁 他那個臉子在摸肚子 怎麼可能 第二次我又要出去 姊姊就說 好啦如果你再出去一次 如果很奇怪的話 你就跟隔壁的換道 因為我們隔壁是一個男生 然後於是我又出去的時候 他給我X頭露出 哈哈哈 啊請問他是 有皮呢還是沒有皮呢 光滑的 他就是被子蓋要一點點 因為他可能是 開心的狀態 就是故意要給我看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好像跟姊姊姊有點失禮貌 然後我臉就變了 然後我就趕快又一個大U-turn 然後回去又跟姊姊想說 我已經看到他的屁屁了 然後於是姊姊就說 好那你立馬跟隔壁的那個男褲換 跟男褲 我就跟男褲對調之後 他果不起來的 就沒有再做這件事情了 然後 他就起身去廁所很久之後才回來 於是我們裡面就說 欸那我們趕快去哪家廁所又怎樣 那廁所就是密閉空間 裡面全部都是插位 拜託各位觀眾 在飛機上呢 要嘛你就是 不要讓我們發現 要嘛你就是忍一下 我懂我懂 我懂 飛機上的場景很性感 I know 當然有些 我也不瞞您說 我要出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囉 就有一次 就是要飛美國這樣子 在還沒 登機之前 就進去的廁所 然後就自拍一張 然後裙子撩有點高的照片 但沒有露任何東西 然後給他 太小死了 是啊 我以為你是 跟男朋友聊聊天啊 然後還被那個乘客 推到那個廁所裡面 沒有啦 這個是SOD了好不好 太多了 你要自爆料欸 沒有我現在要爆另外的料 有一次我要準備去那個 空服員休息的地方 然後進去不就一個一個的床嗎 然後我就準備要拉進去 隔壁幾節 他也剛好要進去 在弄東西的時候 要先脫裙子 你知道他穿那個絲襪是什麼嗎 你有吊帶的那種嗎 對 整套吊帶的 女人會這樣穿 一 就是為了拍照 二 就是為了盜目的地 馬上把人家鋪倒 沒有別的了 好嗎 他說哇 他穿那個 他是整身的吊帶襪欸 Holy Shane 然後我就再看看我自己 欸 怎麼是阿嬤內褲 他覺得自己遜色很多 還有 有一次 也就是前幾天的時候 我找我的朋友吃飯 這個人呢 大家都很熟悉 他就叫天女 就是我去韓國那支影片 有沒有 在這邊 之前蠻想跟他一起出去玩 或跟他一起飛 然後我就開始問他說 欸你在飛機上有沒有碰到 就是 這一類的事情 他說當然有啊 而且重點是還有明星的好嗎 是誰欸 就是一對螢幕情侶 內地的同胞 男的帥女的美 跟我長了87%像 哈哈哈 你在講我怕要聯絡律師了 那時候好像還沒有在一起 因為那個有點久了 他們在頭等場 然後就起飛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頭等場位置蠻大的 然後你起飛之後 他會幫你變成一張床 嗯 腳兩口就是 直接在那邊 就是 恩恩愛愛 有沒有怎樣我不知道喔 不是我說的喔 以前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了 我還是菜鳥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沒公開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在上面 親親我我 黏黏抱抱 不知道有沒有 摸摸戳戳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 很多東西很明顯 但商務常好一點 因為如果長班的話 我們被子比較厚 那個你這樣那樣那樣 比較看不出來 所以大家記得那個毛毯要小心一點 不是太小東西 因為曾經喔 我們真的是下飛機喔 然後要檢查嘛 因為 傻傻傻的時候就看到 毛毯拿起來 然後他就是黏黏稠稠的 一看就知道是 哈位 對 所以you never know ok 好啦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了 不多說了 我再多下去我都覺得我自己要大舌頭了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按讚啦 我就請問一下 所以我們自己的名稱 到底叫什麼啦 這集的名稱 哈哈哈 飛機上 知 SOD 知謎音 一定要那麼知嗎 哈哈哈 不是這集很可怕喔 想講的東西有了又不能講很煩欸 算了算了算了 對過了再講 對 Snapdragon